郭文文向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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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 共同学习PS 2022元界 今天晚上学习的 医院是 能抠透明物体 上次是讲到 如果抠那个瓶子 抠那个透明的瓶子 用的是萌版抠的 这一次我们是 这一次我们是用 那个通道 通道来扣一个 透明的物体 这是 这是圆图 圆图然后我们扣完之后 我们要打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打到一个这样的 就是 打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透明的物体的效果 我们可以操作演示一下 我首先把这个 把这个圆图 这个圆图我单独复制 新建一个 新建一道一个 新建一个文档里面 然后把这个圆图复制 这个就是圆图 圆图就是这么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来 然后我们来进行用通道来操作 首先呢 我们还是一元复制一张 首先呢 还是先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 然后再把圆图做一个备份 保留 我们现在来分析这个图 我们这是用通道 来抠这个透明的杯子 这个物体 那么我们就是来用 用两个方式 就是一个提取高光部分 再一个提取暗部部分 再来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来打到这个 透明物体的这个效果 首先我们 这是因为这个杯子 是带有圆图性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 钢笔工具 首先用钢笔工具 用路径 来扣出一个方位 因为钢笔工具可以 可以非常方便的 用那个圆图 用那个圆图的 这里我我我我示范一下 然后就是演示一下 啊我们后代言就是说 嗯 就是说如果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抠的过程中觉得不满意 他后期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 所以是不要不要有有 顾虑就自己扣的不准 其实后期是可以那个 调整的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放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 有哪些地方 啊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嗯自己 自己好像扣的不准 在这里 那我就把这个地方 挪一下 可以挪一下 我觉得微调一下 我觉得这样会对的更整一些 啊 这时候呢 啊像这个地方 他也是一样的 啊 这是我们这个绿色就是我们路径 那我就觉得我是可以 把这个地方 微调一下 好这是用首先用钢笔工具 然后我们针对他的这个圆弧的形状 好我们分析觉得是用钢笔工具来勾勒他的形容 或是最方便的 这个时候钢笔工具勾勒出来的是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可以在呃图层面板里面 他有一个路径的这一个面板里面 哦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啊 啊勾勒出的路径如何转换成那个选区 我们用Ctrl加Enter 啊这时候他就会变成这个选区的 就骂一线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选好这个图层 然后Ctrl加J 也就是Ctrl加Go 那个Go就是形象把J形容成Go Ctrl加J 然后我们就把它单独的复制出来 啊这个时候看我们这是我们勾勒出来的 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是暗部啊 啊我们我们当然我们可以给他新建一个 我们可以给他呃建一个背景啊 这是针对这个透明玻璃 我们可以给他建一个背 呃建一个背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建一个纯色的 啊随便挑一个什么颜色 啊这个颜色也可以 啊如果不喜欢到时候随时可以更换 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背景已经也有 然后这个针对他的话 我们要弄一个明部 弄一个提取一个高光 也就是它的亮部 还有一个暗部啊 然后来组合来达成这个透明问题 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把它弄成高光 啊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好这个图层 啊高光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个快捷键的 是Ctrl加Alt加那个数字键R 啊这个时候他就会把它的高光提取出来 就是会把高光给选择好啊 高光选择好之后呢 我们就是我们要的是高光部分 那我们就复制一份Ctrl加J 因为我们范围已经通过那个快捷键命令 Ctrl加Alt加R Ctrl加Alt加R啊 它会选好这个高光部分 然后我们再Ctrl加J 啊这个时候好 我们就把高光给复制出来 然后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就是高光部分 这个就复制出来 然后我现在把它关闭 把它眼睛打开 啊它其实是带颜色的 但其实是透明的物理是不带有颜色 啊那我们就要需要给它去射 因为它是高光 它是高光 它的亮度是有的 那么我们要去射 去射的话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提取的高光部分的这个图层 我们先选择好这个图层 那我们就使用这一个去射的一个命令 就是Ctrl加Shift加U 它就会去掉它的颜色 啊如果大家要是不记得困限啊 也是不要紧张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趋势能力 Ctrl加Shift加U 稍等下 这里在调整里面 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点击它 Ctrl加Shift加Ctrl加U Ctrl加Shift加U 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三个都是同时选取的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相当于是说我们有 这样我们已经提出了它的一个高光的部分 并且是有一次那个呈现了一个白色 好那我们要提出它的暗部怎么弄呢 呃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通道 通过通道的方式来提取 那怎么弄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圆图 它原有的部分 好先把它打开 其他我们可以关闭 因为这样可以会方便的 方便的简洁的进行操作 不避免其他的图层 对我们的视觉上进行一个干扰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好 啊 把他的眼睛打开 其他眼睛都关闭 然后我们来 这个时候图层面板里面 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通道 啊 这个时候选择通道 啊 它这里面有一个RGB 有一个红蓝 红绿蓝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红 就是啊 我们来点一下红 啊 我们现在 对我们现在是点一下红 啊 把把其他眼睛都关闭 啊 等一下 啊 这个只看红色 点击这个红色 其他的眼睛都是关闭的 然后看一下红色 就是红色通道里面的 他的那个亮部和暗部的一个情况 我把这个挪一下 这样可以不用遮住大家 啊 如果有图片呢 大家可以一起来操作 啊 如果中间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直接上来说 然后再来观察一下绿色通道里面的 这个杯子的啊 啊 明暗部啊 明暗部分 他的 然后绿色我们就会发现 你看一下 这个红色呢 他的整体 他的这个亮 他的这个亮部 亮部的颜色 就是明亮的颜色 比较多一点 我们再点到这个绿色通道这里面 就发现他的 嗯 他的 他的那个 暗部的颜色呢 要比红色这个通道的暗部的颜色更多一点 然后再点一个蓝色 发现蓝色呢 他的暗部的颜色 明显呢 会比亮部的颜色更多一点 那么综合这三个通道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发现 红色是亮部颜色最多 绿色呢 是在 是亮部和 亮部颜色和暗部的颜色 它那个分布的情况是 介于中 介于红色和蓝色中间 然后蓝色的 它暗部的颜色是最多了 那我们要适合选择一个 合适的颜色的一个分布的范围情况 我们选择绿色 为什么选择绿色 因为我们要提取暗部 提取暗部的话 那么我们 蓝色因为暗部太多了 红色的暗部也太少了 我就选 根据我就选择绿色 它居中均衡一点 那我要选择它的 它的暗部颜色 那我首先复制一个 我们首先 依然是先选择好 这个绿色的这个通道图成 然后呢 我们把这里面拖一下 拖到这个加号这里 把它复制一份 这时候就有选 复制了一份绿色的通道的拷贝 好就是绿色图成 那我要把它 因为通道 因为通道呢 是最终抠取的是高空部分 就是我们用Ctrl加Ctrl键 按住键门上的Ctrl键 然后再用鼠标 左键单击通道图成的 数列图 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选区 但是这个选区 它最终抠取的是高空部分 那我想要它的暗部的部分 那我应该是怎么弄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 可以把它反向 那就是相当于说我把黑变成白 白变成黑 就是反向 那就是快捷键 Ctrl加I 这个时候就反向 那如果不清楚这个快捷键 或者说觉得快捷键太多了 记起来可能有一点 有一点麻烦 就是或者是有时候记得不那么准确的时候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在这个菜单栏里面 可以去找到它 有 菜单栏里面是在 我看一下 图像里面有一个反向 Ctrl 调整里面 这里面 还是在图像调整里面 这一个反向 包括我们前面 运用到的去射 这个Ctrl 也是在这里面 是在这个 菜单栏图像 然后在 调的下面 调整 正在图像 做了一些调整的各种操作 调整呢 它的旁边有一个 黑色的镜头 然后往右边 它就是指示正向右边 它会继续的拓展 然后下面就会有 这有一些操作命令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反向 前面我已经用快点键操作过了 所以我这里就不再操作了 但是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命令调出的途径是在这里 这个时候相当于是说 我把黑变成白 白变成黑 那我们这个时候 那我就是这样直接提取呢 不是 我们要做一些处理 Ctrl A A就是Layer 就是那个图层的那个英文单词 Ctrl加A 然后调出来一个设计 而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想要把 黑色 把那个 因为它的黑色已经变成白色部分 白色已经变成黑色部分 那我说做一些处理 想要变成 让它变得更显明一点 sorry sorry 是点这里 对 然后呢 把白色 因为我们要选取的 抠取的是白色部分 所以白色呢 我做了一些处理 然后黑色的话 想要跟它 把黑色部分提取了更多 所以这里面就是拉过来更多一点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提取 这通道里如何提取呢 我们是左手按住键盘上的扛缺键 不要松手 我们右手呢 要我们右手按住鼠标左键 点取这个通道里的输列图 就是这个小方块 小方块就是叫输列图 好点一下 然后这个它就会把白色的部分给提取出来了 提取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要运用到图层里面 我们现在还是把 回到RGB通道里面 回到RGB通道里面 然后再回到图层里面 然后我们还是在这个原油的图层这里面 复制一份 选择这个 这个杯子 这个 杯子最开始的那个 呃 原色的图层 那我们还是Ctrl加勾 也是Ctrl加J 再复制一份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复制的部分 是在这里 在这个图层 我们把材料关闭来看一下它 啊 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是把它按部给提取出来 那按部提取出来了 但是我们看看 因为它这个杯子 它原本它是一个茶色的玻璃 它这个茶色的玻璃 看一下 把材料都关闭 我们看一下圆图 哦 它是因为背景带一点茶色 它本身是一个白色的玻璃 它但是因为它的背景呢 它是带颜色了 所以它整个杯子就被映射成那种茶色 但是我们Ctrl的杯子是要透明的 也就是说 它叠加任何底色是什么 它都会是透出那个底色的 好 我们这个时候 所以就要跟这个暗部 哦 把这个关闭 然后把底 好 这是我们Ctrl的暗部 Ctrl暗部是带颜色的 那么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给它去色 好 这个时候我就不用快捷键 不用快捷键Ctrl加shift加U 这三个键同三是去色 那我这回就用那个命令 就用这个菜单蓝色的命令来操作 就是我们可以用多种途径来实现 打到一个快捷键 一个是用菜单蓝色的命令 图像 下面有个调整 然后它旁边有个箭头 就是它指示它右边还会有扩展的相关的命令 就是调整什么呢 调整下面就依识很多命令 那我是要去色我就点一下去色 前提条件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图层给选择上 那我现在是在这个图层3里面 好 点击去色 好 看到没有 然后那个茶色的那个茶色的那个颜色 已经被去除掉了 这个时候它是没有色相 比如说它现在只有那个黑色或者是或者可以说是灰色 就是根据那个暗的深暗的程度不同 有黑有那种灰 因为如果你的深暗的程度不同的话 它就会呈现灰色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前面有提出过的亮部 我们把它的眼睛打开 那就是黑跟就是它的高光部分和它的暗部合阿为一了 那这时候这个杯子是透明的吗 P没有透明 为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有一些那种 杂烂的那种花花的那种暗部那种 那是因为它的背景圆图是带那种 带那种花花的那种暗部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透明 好我们这时候清去 我把所有P都去 我们看一下圆图啊 那是因为它这个的背景 那因为它这里面玻璃透色的背景 所以它把背景的这种带颜色的暗部都给 都给抠出来了 那我们抠的是整体的暗部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把它暗部给 给它这个花花的背景 不需要的那种很花的那种暗部 然后怎么弄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还是选择好暗部图层 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个蒙版 这个时候要结合蒙版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下面这个logo 图层面板 点击一下先选择好暗部图层 好这个时候就会是那一个图层蒙版 那这个时候图层蒙版的时候 我们图层蒙版就是有讲过 黑色是遮盖 然后白色是展现 那这个时候我要针对这个黑色 我要给它 给它进行 在这个图层蒙版上 我用画笔 黑 然后我把前景色调黑色 好调一次黑色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用画笔来涂抹这个 就是我不需要的那一部分 很杂烂的那一部分 暗部的那个颜色 把它去除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流量 还有这个不透明度 我们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适合地进行调整 流量的话就是那个 曾经做个比喻就是像 像如果这个 就像这个笔吧 这个笔 这个笔的那个墨水 如果是很浓很浓 可以把它理解为 最浓的时候就是百分之百 那你如果那个墨水很淡很淡的时候 那就是百分之五十 或者是百分之几十几十 就是打个比喻啊 那如果我是百分之五十的话 那我用百分之百的墨水 那个浓度去画一笔 那我要如果我用百分之十的那个 流量的那个去画 那我就需要达到相同的效果 想想要达到百分之百的效果的话 我就要用百分之五十的画两笔 那如果是用百分之二十的话 我就可能要画五笔 就是这么个比喻啊 就是一个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我们平时写字或者是画画 那个那个比那个比的墨水的浓度 百分之百就是最浓 然后百分之零几乎就是没有没有墨水了 墨水就写不出来了 百分之十再浓一点 百分之二十就更浓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 大家再这样去理解 那我们当然是因为它是要 提一个透明的效果 所以我们不需要是说把它弄得很死 因为玻璃是有一个透彻的一个效果 它是有点带有若隐若现的 所以我们流量不需要控制到 还是说百分之百 那就是完全彻底抹掉了 那也不是说百分之零一点都抹不掉了 那么是抹的时候就是带一点长度抹 那我们搞个百分之四十六 或者不透明度搞个百分之五十六 就是相结合 我们来就是来来控制 好这个时候我来抹 我们可以把这个底绳 我觉得这个浓度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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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了 比如说我想要把它抹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不透明度会再搞一点 把这个流量搞下 因为我是在蒙版里面 所以它就是针对这个 它针对这个暗部的团状把起来关 它只会针对这一块的暗部的这个T恤 暗部的这块进行操作 因为我是在蒙版里面进行 进行涂抹了 就是前面有讲过这个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可以 我们不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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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拿来使用黑色 那黑色我把它涂抹一下就可以 那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一种自己的感觉 觉得可以了 那那我那是不是觉得 那如果想换个颜色 这个时候松击它 因为我这是一个什么 我这是一个纯色的 我是在这个 这个是在这里生成的 是这里面点击 就是是在这里面生成的 是在这里面生成的 是在这里面生成的 是在这里面生成的一个纯色的 涂层是在这里 它的好处就是 它会自带一个 涂层蒙版 但是这个我们不需要 也可以不用管它 唯一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直接双击它 然后它自动的就会把颜色调出来 比如说想要一个蓝色 我们确定 那想要一个红色 要确定 就是 就是它这会是非常方便操作的 那如果说 如果不是用这个方法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申请一个涂层 那我需要怎么弄 我需要out加delete 那我要改变颜色的时候怎么改 那我需要在这里面 需要在这里面去 然后点确定 然后再来填成out加delete 就会觉得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是 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刚才只是讲一下区别而已 就是点击这里的 有一个纯色的 点击它 随便选一个颜色 OK的 或者是这个也可以 确定 好 好 这就是那个 那 那如果说 如果我们图的过程中 我们有讲到 图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图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图过头了 我看能不能把它 把它弄成一个黑色吧 我感觉一弄成黑色的话 这里面是有 弄的黑色的话 会更能展现它的那个透明效果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有些地方 我觉得我图过头了 就是遮掩太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图的是黑色 黑色的话我是遮掩 那我就可以调换过来 不用把白色的笔 用白色的笔呢 我又可以把它恢复 比如说刚才涂了不是很多那种花花的吗 比如说换个颜色吧 换个颜色吧 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这个背景的这个 那种黑色的花花的吗 就是 我觉得涂过头了 我就可以用白色的画笔 白色的画笔把它给恢复过来 然后在这里 白色的画笔把它恢复过来 但是我如果 如果我觉得好像又 好像又觉得 好像自己又没有恢复好 那我又想去除了 我们就黑色的笔 对哦黑色 对不对 sorry 我应该先填到这个图层 我先把它那个 对 对我在这个图层面板里面 图层面板里面 像前面有一些我觉得没有去除干净的 那我就是 还是用画笔 然后还是要选这个图层的 这个图层蒙板上来控制 那么就是黑色 黑色就是这样 那我就可以把它去除掉 啊这个地方我就觉得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就是那个 暗部的那个画纹 我就觉得 不够不够透彻 不够不够干净 不够清澈 那如果我觉得 就觉得啊 自己好像把这个搞的太假了 我也想恢复一点 那我就是可以用白色的画笔 就把我黑色的地方 我又把它给恢复过来 你看我这个地方再点一点 我觉得我前面涂过头了 我又可以点一点把它恢复过来 哎 这就是它的那个区别 那我又觉得好像自己又没弄好 那我就是可以反复的 用黑色的画笔再去把它去除掉 哎 就是这样子 那我想把那个地方再搞 透透干干净一点 它不会破坏原图 它不会破坏这个 因为我是在涂层 就一定要注意 是在涂层模板上进行操作 它就不会破坏它 然后我们可以换一个底色 就是双双吉他 它是纯色 它是纯色的那个涂层 然后我们就换一个颜色 就是这样的换颜色就非常方便 就不需要我在这里面点 选好颜色再来填充 我就要两个步骤 而我这里只需要一个步骤 我就一次性到位 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甚至然后这里面的明度都可以 都可以调整 颜色 这里面是颜色的那个 颜色的那个明度 然后这里面是各种颜色 都是可以的 就是谁自己喜欢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透明的效果 这就是这个 这就是这点课 通过用通道 通道来抠去 来抠去透明物体 来达到这个效果 好像这个地方有一点 有点这个边缘有一点多余 那也可以是去除了 那如果是要去除的话 那么可以这样 试一下 不一定 我这扣的不一定准确 但是我就说 试一下 那我可以再按部扣一下 按部扣了一下呢 我要再量部再扣一下 这样它就 两个都可以去除 因为我是按部和量部结合起来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带点那个玻璃那种脏脏的灰 那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在这个涂在蒙管里面 还是用那个黑色 还是用那个黑色来用黑色画笔来把它涂干净一点 哦就是啊 哦 哦 sorry sorry 还用了画笔 还用了颜色 不是白色 试一下 哦 是黑色 这个比较大 不是 我以为我的那个颜色弄错 应该是一个白色的图层 一个黑色的 一个身体的一个 三个图层的把它的眼睛打开 然后如果我觉得这个 这个黑色的 那个这个花花的背景太太 不干净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它那个调大一点 再把它给去除 干净一点 再来更通通一点 就可能要进行多次涂抹 因为我这里使用了是那个局部的 局部的流量 嗯 好像没有图好 嗯 那个整个方法是是这样子 然后 我们时间也到了 这几个就如果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就结束 好谢谢大家 默许旧停止工程 贩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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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